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伟人 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应该经历过全球高速工业化 信息化的过程 那么全球分工和各经济体的优势和劣势会是什么 应该如何成立以半导体代工为主业的高科技企业 在当前混乱复杂的形势变化中 今天的台积电已经成为世界半导体的一颗闪亮明珠 成为欧美日科技新宠 就是这样一个自称看不清形势和科技变化的老人 最近却突然对外界宣布 将和美国分道扬镳 认为台积电在美国建场是错误的举动 声称美国夺取半导体战场 将以失败告终 张忠谋为何会突然说出此番他肺腑之言 台积电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对象 它甚至是政治博弈的工具 因此一向低调的台积电 正被迫到处设厂 从高雄到日本 从美国到欧洲 坦白说台积电虽然很强大 利润高 科技水平高 但每家工厂都有庞大的投资额度 很多都是政治考虑 而不是基于商业和技术的考虑 每一家工厂都要付出巨大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需要很多年才能产能 才能带来利润 此外欧美的厂商也面临着所谓工会的考验和工人权益的苛刻门槛 像新竹工厂那样赚钱不容易 而当美国工厂投产后 全球半导体格局是否会延续今天技术远不及需求的需求关系 我认为这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张忠谋的言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警告 这是对台积电未来走向的不安和警示 也是对台积电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保持多久全球领导地位的研究 此外 我们最近还看到了 中国量子计算的又一次突破 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进步 那么目前在很多科技发展中极其重要 非常重视工业和学术研究的中国 正在加大投入 这一次 量子计算机领域的最新进展 可以说是重视科技发展和基础科学研究的结果 当然 我们也必须看到 中国在整个科技产业 或者说基础科技创新的个别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 但总体来看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这一点上 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今天 让我们来看看台积电的现状 以及中国在量子计算方面取得了哪些突破 然后台积电在美国的工厂还在建设中 10月26日 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向公众表示 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根本不完整 生产成本很高 美国不可能推动半导体的本土制造 华为和华为的黑Silicon芯片 肯定会成为5G的全球领导者 美国利用长臂管辖权阻止台积电为华为代工芯片 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现在美国进一步要求台积电交出机密文件 否则将采取措施阻止台积电的行动 很多业内专家分析 将客户机密信息交给美国商务部 无疑会削弱台积电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将来 他今天可能会失去大量客户 当然 从短期来看 很多人说台积电是世界领袖 对吗 人能做什么 你只能用他的贴牌生产工艺 没错 但是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你不能相信别人的 短期内 可能只有女性 如果违背了商业逻辑 从长远来看会被取代 这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台积电可能为了讨好华府 把一些工厂搬到了美国 但也会被英特尔看不起 没有人希望失败者来到自己的地盘抢生意 英特尔也喜欢台积电的客户 想抢生意 在美国的强力监管下 台积电可能会失去中国大陆等独立芯片市场 包括韩国等 随着台积电慢慢失去光彩 技术娴熟的技术经理张慧昌 在其他地方寻找机会 中国大陆可能是他们最好的目的地 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是在玩一场两败俱伤的游戏 当全球半导体一分为二的时候 美国会失去另一半市场 这样半导体行业的良性循环就会失败 最终大家都是输家 除了台积电引发的半导体风暴 我们还在持续观察 当然 我们必须说 由于台积电的技术相当先进 包括美国在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独特地位 很难在短时间内颠覆或改变目前的局面 然而 美国的这一举动包含了台积电过于政治化的操作 而非商业行为 从长远来看 很可能会有新的变化 所以台积电被取代是不可避免的 除了台积电 最近引起热议的另一个重大科技事件 是中国在量子计算机领域的最新突破 最近 中国科学院量子计算 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的研究团队 在超导量子和光量子系统的量子计算方面 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也让中国成为世界上 唯一一个拥有两个物理系统的国家 达到了所谓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里程碑 经过科学研究 超导量子计算研究团队 搭建了一台六位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机 其原型名为组充之二 实现了量子随机电路采样任务的快速求解 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一千万倍 计算复杂度 比谷歌超导量子计算机原型的平面数高一百万倍 这也让中国在超导系统中 首次达到了所谓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 光量子计算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 拥有113个光子 114种模式的量子计算机原型 第九章第二号处理具体问题的速度 比超级计算机快一亿倍 如何表达 增强光量子计算机原型的编程和计算能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特别指出 目前之前的九台光量子计算机已经从76个光子增加到113个光子 比超级计算机快了一亿倍 所以这个速度相当惊人 超导量子比特和量子比特是国际公认的物理系统 有望实现可扩展的量子计算 量子计算机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超越了超级计算机 即实现量子计算的优越性 是量子计算机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表示 下一步通过4到5年的努力 实现量子纠错 是基于量子纠错的使用 可以利用量子纠错 来探索一些专用的量子计算机或者量子模拟器 解决一些具有很大应用价值的科学 问题 如果拍赛伟院士这样说 这个科学研究路线得以实现 那么中国在量子计算的未来 将首先在一些特定科学的问题之上 进行一个有意义的探索 科学量子计算的应用 届时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1981年 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提出了量子计算机的构想 目前量子计算已经被认为是 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 可通过特定的算法产生超越传统计算机的算力 解决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 研制量子计算机成为世界科技发展前沿重大的挑战 2020年潘建伟团队成功构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机圆形 九张处理高斯波特取样问题的速度比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一倍 那么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国家 后来建伟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概念和技术创新 于近期成功研制了九张二号 10月25日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发表了该研究成果 量子物理学家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授巴里桑德斯认为 这是令人激动的实验杰作 而据悉 未来的通用型量子计算机渴望在密码破译 天气预报 药物分析等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那目前的九张二号还只是单向冠军 但是其超强的算力在吐论 量子化学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那么我们知道 在美国不断对中国发起科技战的背景之下 中国领导人曾经就量子科技特别指出 近年来量子科技发展突飞猛进 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 加快发展量子科技对促进高质量发展 保障国家安全 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 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坚定信心 埋头苦干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努力地在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可控 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的安全 增强中国科技应对国际风险挑战的能力 同时要借鉴海外有益的做法 深入分析量子科技发展趋势 找准中国量子科技发展的切入点 突破口 那么统筹基础科研和前沿技术 工程技术研发等等 培育量子通信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 抢占量子科技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构筑发展新的优势 那么我想随着中国在科技技术研发之上加大投入 并且创新管理机制 给科学家更多的施展空间和后勤保障 未来的科学巅峰之上 也一定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 也包括我们今天前面花了很多时间 给大家说的半导体的领域 虽然目前落后 但是我相信未来和量子计算一样 也会有中国这个科学家的一席之地 我们在山本身准备 我们在山本身的领导键 也有充滅 我们从瓶里的领导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